尊敬的长老 陈会长 严会长 赵老师 这位大德同修 大家下午吉祥 阿弥陀佛 刚刚下起雨来了 请问大家看到下雨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哎呀 清凉一点了 好 有没有人想到另外的念头 有请 那个麦克风麻烦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麦克风可能可以 预备一下 阿弥陀佛 尊敬的陈的法师 主位会长 主位同修大德 大家下午好 这一场雨让莫学想到就是无常兴术 要赶紧修行 不要让时间空过 阿弥陀佛 感恩 哇 你的无常观太强了 下了长雨也是变化无常 你看八大人觉经可以请他讲 世间无常啊 他体会的深 好 谢谢 还有没有 好 有没有人想到 雨干 入法 论众生故 这个即时雨是干入水 我们要不要给众生即时雨 我们昨天问了几个问题 亲戚朋友里面有没有睡不着的 再来我们昨天提到了 我们听到了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那我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学习的态度当中啊 孔子有说呢 学而不失则枉 我们学了这些老和尚的教理啊 包含我们早上 延会场给我们上了很多 我们净土中的教理 我们要去思维哦 若诸有情当作佛 行超普贤登彼岸 Are you ready? 当作佛啊 准备好没有 看起来还不是很准备好 你不做佛你要干嘛 你看人家六祖 慧能大师 这故事我相信 听过老汉讲经 铁定 听过这个故事啦 故事不能白听啦 你看五祖大师看到六祖来了 你来干什么 诸位同道 你来弥陀春干什么 做佛 对嘛 弥陀春嘛 弥陀教我念弥陀 口念弥陀心弥陀 弥陀弥陀直念去 原来弥陀念弥陀 阿弥陀佛念法界一切众生的弥陀 因为我们有自信弥陀 他老人家随时在念着我们 便就今朝成佛去 乐邦化主以弦弥 我们今天就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看到我们 第一句话是什么 傻孩子你怎么今天才来 他老人家不忍我们 受一天轮回苦 受一刻轮回苦 就像颜会长早上说的 十方如来连念众生 这大师之菩萨念佛 原通章 十方的如来 哀连着一切众生 如母一子 但是孩子不想父母 他不回家 那无可奈何 只能等待了 但是孩子念着父母 跟父母念孩子一样的时候 子若亦母 如母亦食 母子立身 不相为缘 就不会再分开了 所以你念着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这个心是真的 你跟阿弥陀佛就没有分开了 而且这个心会很安 所以信为道远功德母 我们要真相信阿弥陀佛 他是同体大卑 我有一个朋友 大我一辈 我们刚开始学佛 三五个人一起念佛 他有一天跟我说 阿弥陀佛比较疼你 我说你这句话会像阿弥地狱 他说有这么严重吗 我说你这句话叫 我说你这句话叫 物鲁阿弥陀佛 物鲁光宗集尊 佛宗之亡 这个罪过大不大 大哦 所以我这个逻辑 这个logic没有错吧 对啊 物鲁 佛宗之亡 因为他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阿彌陀佛偏心 诸位同道 我们会不会觉得佛偏心 现在摇头 回去就不知道了 当你有点不顺的时候 佛啊 所以老和尚受了巨竹戒 回去池光图书馆 给老师 受了戒要去谢老师 远远的 李老在门口 远远看着老和尚走过来 你要信佛啊 你要信佛啊 老和尚都愣住了 我都出家了 奖金都两年了 还受巨竹戒了 老师怎么叫我信佛啊 这一只手指 李老说你要信佛啊 现在这只手指指着谁啊 你们不要当故事听耶 老和尚一再讲 讲给谁听呢 藉由他的故事啊 我们懂得拉回来啊 就会问自己啦 而且 而且跟我们教师培训 有没有关系 你看李老 有没有教学的智慧 他的机会点 抓得多好 受巨竹戒啊 是比丘啦 这个时间点 你要信佛啊 终生都不会忘记 哇 那个落差太大了 哎呀 我的奖金了 又受巨竹戒 怎么老是还叫我信佛 我们要了解 学生 有很多时节姻缘哦 要抓住哦 而且教育一个学生 大家可不要 我就带他们半年 我撑过去就好了 请问一下 这个 我们 因为要学三根嘛 了凡事训啊 认识佛教 无量寿经啊 一般一个科目要学多久 哈啰 一般一个科目学多久 一年啊 因为 从小一直 我们马进宗这个系统 老上强调的那些经典 一门一门 积累上来 那每一门可能是不同老师教哦 但是 我们要一起配合 把这个学生互念好哦 那这个学生他会一直在我们的学会里面学习 当他 这个风 风多少的时候 他可能要上大学了哦 是不是他的机会教育点 对啊 机会教育点来了 我们当老师要提醒他哦 他要踏进大学哦 他会接触到很多人事物哦 你不是只替他高兴 哎呀上大学了真好啊 大学里面染污多不多 需不需要先入为主的思想建设 你们可能有人听过我分享到哦 我上大学的遇到学长 他告诉我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啊 我很听话哦 看得出来我还挺听话的哦 对啊 这个就是我前世可能误了别人 这一世夜报现前 一切都要身心因果 我们不会责怪任何人了 好 所以我们看 这个李炳南老师啊 抓这个机会点 抓得很好 教育 李济学济讲了 静于未发之为欲 欲方法 年龄越小 你给他正确的思想观念 他正确起来的时候 邪的污染不上 我见过十几个胎教的孩子 我都把他们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你们不要下一个念头 法师偏心 这些孩子 十节姻缘不同 这些孩子 有的 我跟他相处过两个月了 我没见过他们 脸上有情绪化的表情 这个十节姻缘真的差很多啊 这些孩子 我见到马来西亚的 生了四个孩子 都是自己带 然后呢 这些孩子啊 到了学校去 因为毕竟 国教有六年嘛 小朋友看那些漫画书啊 他们一看就不相应 不愿意看那些书 很喜欢看书啊 到我那里小住几天啊 哇 很happy啊 因为那里书很多啊 很喜欢看书 可是他对书 有一种感应 这个磁场不好了 他就不愿意看 这个是净于未发 起到作用了 所以诸位老师们 我们所带的孩子 要进大学以前 要赶快给他 建立一些观念 建立一些习惯 要不要建立 使用手机的观念 我们这两天 讨论手机不少 我们不可能 他能把责任推给手机 他可以变成魔王 他也可以变成 Secretary 是吧 我的英文这么不标准吗 Secretary 有错吗 还是掉不大对 哦 有没有道理 你可以运用他 而且呢 他有时候还展现神通 有没有 对啊 你可以马上跟 加拿大的 亲人 Face to face 面对面啊 我请问大家 你要 跟人沟通 你要互念他的时候 需不需要看着他的眼睛 你才好拿捏你的进退哦 这么表达了 他能接受 继续往前 他的表情 稍微往后 进退啊 劝人不能硬劝啊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 所以这个时候手机重不重要 所以根源还在我们用的人啊 我们善用他呢 他可以帮我们不少忙 我们不善用他 可能我们就在用他的时候沉沦了 就像 我们说刀啊 没有善恶了 看人怎么用了 好 静于未发之未欲 当其可之未实 这个就是即时教育 即时法 不灵结而失之 之未训 叫循序见静 不要压描助长 不要超之过急 压描助长会适得其反 这个不是教小孩 是这样哦 你在互念别人学佛的过程 学传统话的过程 也不能太着急哦 像我们 知道传统文化好了 佛法好了 跟亲戚朋友一聊 他也很能接受 我们就送他一两本书 不能一下拿太多 那可能被你的热情稍微有点紧张了 好 这个电风扇啊 我知道你们可能怕我吹了会冷 我最近体质有点改变 比较不怕冷 这个没有即时沟通 你看什么事情都有时节应援吧 我刚刚看他们催我了 我就没有注意这一点 可以催我没关系 好 这个受了戒 体质有变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本师释迦摩尼佛的加持力 这个加沙呢 有批加沙的时候啊 这个加持力还是大 所以你们也可以考虑批批看 有这个愿也是好事情 当然 啥是水到渠成 你发的这个愿啊 佛菩萨都知道会加持你 有时候你太强求了 无形当中啊 有一些阻碍的因缘出现了 好 什么事情都要体会那个 神聚目断 炎低时穿 体会道法自然 水到渠成 瓜俗地落 其实我们能循序渐进啊 也是我们放下了控制要求的念头 都是内功啊 我们才 我们的心到位了 我们才能把这些经教 用出来了 相观而善 这位谋 大家可以 你在带一个班级的时候 哪一个同学 你肯定他了 其他同学 可以效法 我记得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 有一天 给一个女孩说 你绑这个 两个辫子啊 看起来挺好看的 隔天三四个女同学都绑辫子了 所以你看老师一句话 影响挺厉害的 那我们当老师应该注意哪一些部分 这个网上 网上 我们赵老师会给大家就这个 先把一些故事讲完 这个因果故事很重要 要挽救世道人心 因果教育排在第一位 好 因果教育 人不敢作恶 伦理道德教育 人此于作恶 那这个因果 伦理道德 跟因果融在一起讲 这孩子就 伦理道德 因果啊 一起在熏悉了 而伦理道德 很好的教材啊 德语课本 里面很多故事啊 非常好 一个德目就有96个故事了 大家可以 不是 一个 对 96个故事 好 好 好 这个是 谈道 老师可以运用 相关而善 那因为 陈德 每个礼拜六啊 在 线上 用Room啊 跟大家交流 这个 教学 一条龙课程 那些极乐士啊 他们也有办学 他们齐请 讲了 可能有两年了 有两年了 这个 有点小建议啊 就是说 我们办的这个 护法或者教师培训啊 看看能不能每次办的时候呢 建立一个群组 我们到时候护法的资料啊 红法的资料啊 这个 这个 群啊 就不提供聊天 就发一些资料 或者提一些问题 我们昨天说 我们的后台 怎么样 很硬的 大家是一个 teamwork 是一个红法团队 大家善有为一 依重靠重 得不辜 必有灵 那因为每个礼拜六啊 这个时间 我要上课 那 这个我有邀请啊 这个赵老师来 上这个春学旧语 那我 我就可以 去上这个一条龙的课程了 不过现在好像说网路还 最近对面啊 那个基地台 是不是还不是很稳 你看 无常 不是你能控制的 这五阴五我 发达人群群群讲 这个 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好 那陈德 有一个平台啊 叫薰文陈总 可以提供给大家 这个平台的源起啊 是在 盐会长家 因为那时候 新冠的时候啊 有一个 母亲 他的儿子啊 十五岁 结果他反应啊 他说陈德法师 你讲的课呢 都是讲给大人听的 有没有 有没有给青少年听的 那我就想 青少年这个年龄啊 他可能喜欢看一些电影啊 一些动画 或者一些 针对他们 谈的一些话题 所以是因为这个女士啊 才想起说 建一个平台 教学者啊 可以上这个平台来 利用这些资源 这个源起是这么来的 那所以也提供给大家 当然 大家假如有教学上啊 很好的资料 也请大家可以提供出来 好 这样才是 一个团队啊 我们一起啊 把我们的教学工作呢 做好 好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听故事啊 要会听 你看六祖 到五祖那里的时候 他就是来求做佛的 这个就是志气 昨天也跟大家提到了 佛跟弟子们的表演 孔子跟弟子们的表演啊 我们要看得懂 颜回表好学 而且他的成就很高 有一句话 就是他讲的 顺和人也 于和人也 于是我 有为者 亦以弱势 有这个志向的人呢 只要他不放弃啊 他就做得到 那颜回成就这么高 他有信心自己能成佛 自己能成圣贤 诸位同道 你们有没有信心可以成圣贤 你摇头啊 那你跟孩子上 我们来立定志向 读书自在圣贤 然后我们里面在摇头 那你传递的这个能量的射受力啊 就只有 30%而已啦 所以我们 昨天有沟通到 这个叫啊 不是嘴巴呢 这个叫字没有嘴巴哦 我去海口的时候啊 昨天跟大家有提到了 我去给当地的一个企业高管 上传统文化 他们订的题目啊 是跟他们谈管理 我请教他们 今天跟大家交流管理啊 你一听到管理呢 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这些高管啊 马上回答 管员工啊 他的认知对不对 认知都错了 能不能管好 所以我们现在教书哦 跟教育有关的这些观念 我们建立起来没有 这个交织啊 帮助我们建立很关键的 两个观念态度 第一个 这个中国字有智慧 交织的左边呢 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小孩子的模仿力很强 所以上行下效 左边是以身作折 我自己是觉得很感谢有教学的机会 我自己代班 我讲出去的每一个道理啊 有35双眼睛盯着我 老师怎么做的 大家觉得 有没有很exciting 刺不刺激 我很享受这种 有鞭策力的感觉啊 不然我会放异掉啊 我们为了 给孩子带个好头啊 我们勉强自己啊 也要慢慢做到啦 其实我们遇到佛法啦 就是要去成佛啦 要去极乐世界啦 这一些习惯不改啊 这些言行本身都是轮回 夜啦 轮回心 轮回言 轮回行 叫轮回夜啦 我们已经定了目标啦 极乐世界啦 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 一定是往这个目标 靠近啦 所以这个观念 很重要 管理 论语就讲了 其身正 不令而行 自己以身作则了 没有命令啊 底下的人就跟着做啦 其身不正 我们没有做好了 你给他命令了 他可能也是阳奉阴违而已啦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啦 你看孔子 有关为政管理人的这些观念 可能 这些管理者 他不见得 建立了这些观念 所以老法师 那个专题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在我们 纵使是在老师的这个因缘里啊 都要体会 怎么做君 怎么做师 所以护法 我们刚好是 上个月是26到28号 有三天的护法课 主要谈怎么做之君 大家也可以做参考 因为老师要 扮演的成功啊 君亲师三个精神 我们要掌握住 好 那 刚刚跟大家提到 学习的态度 孔子有说 你学了之后不思为 学而不思啊 则枉 枉就是枉然无所得 听而已 都没有思考 两三天之后啊 就忘了差不多了 你去思考的时候啊 对这些异理 体会就会比较深入 可是你只是很喜欢思考 你没有去学习经典 也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 最后变成 空想 你看孔子说的 无常 终日不时 一整天都没有吃 终夜不请 一整夜没睡 就在那里思 以思 没什么收获 无意 不如学也 跟经典学 听老和尚讲经 听善知识讲经 所以学师 并重 大家要相信一点 我们当领导 当老师 或者当父母的 会给孩子 学生下属啊 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这个交织为什么是以身作者很重要 这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第二呢 这个交织的右边呢 是手拿着竹子 就是耳提面命 就是很有耐性 有耐性 去教 我自己的观察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领导啊 比较傲慢 下属在这种氛围之下呢 不知不觉 傲慢也会增长 我也见过啊 这个单位 负责人很凶啊 底下的人也是怨声在道 后来这个主管走了 有一个人掉上来做主管啊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己所不欲 勿施欲人 容不容易 我们能见能恶 及内省啊 就哎呀 我绝对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别人 这样的心境也不容易哦 这是树道啊 己所不欲 勿施欲人 我相信我们这两天的课程啊 我们听到很多 老上焦早 刚刚颜会长讲课也一直强调 要用真心啊 真心从哪里下手呢 从忠树之道 忠庸说 忠树为道不远 树是宽以待人 设身处地了 忠是言语律己了 忠是言语律己了 而不是留在心里面不欢喜 那个会变成埋怨 抱怨啊 一定呢 我们佛门常说要转念 转烦恼为菩提 化悲愤为力量 这个就是转念的力量啊 化悲愤为转机 都是念头起的作用啦 所以念头的力量很大 你可以从负能量转成正能量 所以当我们内心觉得 哪些不愉快的时候啊 你马上转 对方给我不愉快啊 我记住了这一点 我以后不这么对别人了 那马上那个能量的状况 就转过来了 而且你还会感恩对方 因为他给我上了一课 我有受用 我检查了自己有没有 进一步呢 提醒自己以后不能这样对待别人 早上的课有提到了 校法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只有自己是学生的 其他的都是老师的 所以我们无形当中啊 真的都给我们所带的人 教导的人影响 所以今天为什么 陈德 昨天一直叫大家 你们有问题吗 大家知道我的用意吗 因为弟子规有说 心有疑 水杂技 假如我们自己就没有这个习惯 你在教这一句的时候 能有多强的射受力 所以教字 左边是以身作者啊 我们不能变成教书匠 地子规每一句 太上感应篇十三页 我们所教授的内容 里面都有生教在其中 而且这是前提 因为严教建立在生教的基础上 假如我们所讲的 我们没有做 学生听了 会不会产生什么感受 那老师都是要求我们而已啊 他自己也没有做啊 你看在家里 孩子说 那爸爸妈妈都只是要求我们 他也没有做啊 那不只没效果啊 可能他还会反感哦 那 这个 太上感应篇说 正己才能化人 哇 那我们要正己啊 那当老师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啊 这是当老师的本分哦 我们自己敦伦敬愤啊 我们才好鼓励学生也要尽本分哦 没有 那传道 传五轮大道 我们现在人际相处 有没有一些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五轮通达没有 那变成我们要主动去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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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才能传道哦 授业 这个业哦 学业哦 你看第十规后面 余力学文 谈的是学习的观念 学习的方式哦 哦 还有 他往后要经营的 家业 事业 我们自己 这个理 清楚了没有 哎 这个不是等他出社会才教哦 哎 在教他做人做事的时候 就在扎他以后 事业的基础了 所以当老师 为什么可贵 可能 我们的观念 会影响学生一辈子哦 哦 所以陈德曾经跟 大众交流过一个题目啊 叫做孩子 是一生的贵人啊 确实是如此哦 哎 还有解惑 那我们自己内心 还有没有疑惑 那我们假如有疑惑 我们怎么去解别人的疑惑呢 那我们更要积极的 深入精湛啊 把我们这些疑惑啊 能去除掉 或者是遇到人 可以探讨 可以请教 好 所以这个陈德的用意啊 哎 我们能观察得到 哎 弟子归这些句子 我们自己有没有 把它变成一种 生活了 变成一种 习惯了 哎 这个就是解形啊 能够相应了 哦 还有 剛剛 我们说 学师 要并重 所以 老和尚在讲 善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当中 有提到 善听 善思维 这个就是孔子讲的 思 我们假如 在学习的过程 都不思维 我们能交出 思维敏捷的学生吗 哎 君子物本哦 本利而道生哦 这个身教 是本哦 那 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有没有在思维 在领悟 好 成德举的例子是 末法时期啊 邪思说法如横河沙 那我们听到这个 我们应该有思维哦 我们的亲戚朋友 现在 有没有在邪思里面的 那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们 还有一些 没有遇到 可是他们 建立起判断能力了没有 这个实践因缘 假如错过了 有时候你拉他 拉不出来哦 因为那个先路为主之后啊 我们遇过很多 遇到邪教的 连那个邪教负责人都去世了 他们继续还在 里面学 而且不少人哦 尤其马来西亚的同修很多哦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马来西亚人很善良 很容易相信 陷入邪教啊 那比丢了生命还严重啊 那个 那个慧命比生命重要啊 慧命有时候是你 多少节之后 你遇到这个机会啦 生命只是几十年啦 他 刚好意外啦 他没有造恶 他又转世又来投胎啦 可是慧命可没有那么快哦 这个机会没啦 他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哦 所以老和尚说 断人慧命的罪啊 比断人生命的罪还要重哦 那有没有 我们一看到邪师说法如恒合杀 我们下一个念头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可不可以显正破邪 可不可以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你说我不会讲啊 那你可不可以把 老和尚的经教 介绍给他 好那请教大家 要把老和尚的经教 介绍给亲戚朋友啊 要有哪一个基础啊 效果会比较好 就是你学了之后啊 你的亲戚朋友觉得 你变好了 你假如学了之后变执着了 他们一看到你 对不起我上个厕所 是吧 诶 那个学弟子哥的又来了呢 本来人家泡茶泡得好好的 成年人哦 你一开口就好像要教训他啊 那一般成年人受不了啊 所以早上 颜会长也提到 菩萨是德啊 这个 这个随缘 妙用 无方得 随每一个缘 都能产生 什么妙用呢 自己在这个缘当中提升了 相关的人也在这个缘当中提升了 无方得 没有一定的 方法 看情况 随缘就方看着办 所有的事情 他所处的因缘状况 都没有完全一样的 你要用套公式的方式去解决 有时候就套不下去了 所以就像我们讲学啊 这位仁者 您讲学啊 你效法的目标 是哪一位老师 你很清楚吗 清楚哦 像成德 我讲学这些效法老和尚啊 他是我的老师啊 人有一个很具体 要学习的对象啊 你的心就会 比较安住 比较 仔细去观察 当然你也可以是孔子 也可以是佛陀 但一般呢 最好是你最信任的老师 那你学的效果啊 会好 这个早上呢 我们颜会长 跟大家 有分享到啊 老和尚的三种布施啊 做得很好 你看财布施 好像财富自在啊 法布施 辩财无碍 哎 哎 这个都是修音德国哦 无微不失 哎 看 流通法宝 本来 想不开了 想寻短了 刚好走过马静忠的门口 进去拿了一本书 翻一翻 豁然开朗 这就是无微布施了 那老和尚 无微布施修得好 老人家高寿96 請问大家 听到老和尚三种布施很圆满 你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老和尚不是普通人啊 那你会效法吗 告诉大家啊 阿弥陀佛不偏心哦 是吧 佛菩萨对每一个人的加持是平等的 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啊 没有差别的 大家相信吗 什么看起来差很多 你看看也要看对哦 做一个比喻 刚刚下了一场雨 请问 是那个榴莲树吸的水多 还是这个草地上的草吸水吸的多 蛤 小草呢 小草吸的多啊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 是一棵榴莲树吸的多 是一棵榴莲树吸的多 还是一棵小草吸的多 你看 讲话还是蛮重要 你看 这还是我的问题了 因为你没表达清楚 人家觉得是整片草啊 所以任何时候 都不是外面的问题 是里面的问题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是自己的心动 所以这个不是上天的问题 它下下来是平等的 它又不是跟这个榴莲树 比较有交情 榴莲树的树神 又没有送一棵榴莲给它吃 是吧 平等 这要看对哦 不然会觉得父母偏心 老师偏心哦 这样 就会觉得自己看法很对哦 慢慢会延伸到佛菩萨偏心哦 你这个信就受很大的影响 好 所以老和尚做得到 我们也做得到 而且我们肯听话 延伸的表演 可以超过老师哦 那 这个延会长 他之前是学密宗哦 他密宗的上师 也是修行很好啊 那 会长后来 遇到老和尚的经教 这个会长他 这个尊师重道啊 态度建立得很好 他要想跟着我们老和尚啊 修净土啊 他给他的老师 这个密宗上师 禀报我 这个上师赞叹 老和尚 然后 赞同他 去学 去学 跟着老和尚 学净土哦 所以这个就是表法 他的上师表什么法 身占身啊 我们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 六祖大师 当时候 在猎人堆 躲了十五年 后来出来 就是刚刚那个故事 是翻动 是风动 结果有人说啦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结果当时候 主持这个道场 就是印宗法师哦 听了 这不是普通人啊 马上把他 请到 里面来 听说五祖的一波 已经传了 莫非是 那这个印宗法师就 帮六祖剃渡 六祖拜他为剃渡师哦 剃完渡 他就 印宗法师 又拜六祖为师哦 哇 你看这个 佛门的 超级大戏啊 表演的淋漓静致了 那所有这些信众一看 哇 他的师父都拜这个六祖为师了 打者为师嘛 那 其实印宗法师的水平 应该跟六祖是差不多 他才做得出来啦 一下子禅宗就兴旺了 这个深战深啊 那 我们看 那会长他跟着老阿尚学了 一讲到老阿尚的经教 你看他 很有法喜 如数家珍 而 我们 自己啊 也会遇到 比方 本来你带的学生 有没有可能去跟另一个老师学 或者到其他进中学会去学 有没有可能 我们 我们用什么心态来 面对 我们 时时 都是为当事人 为学生来着想 不能 觉得 他跟我学过了 都应该跟我学 不能不听我的话 那变成我们当老师对人有控制 不是啦 而且这种师生的缘呢 那可能都有前世的因缘 所以以前高深 不是人家要来跟他学 他就答应啦 他要关心 跟他聊 看他最佩服谁 然后就把他推荐过去 甚至把他带去喔 你看帝贤老和尚 了解到 这个本来要跟他学的学生 这个禅 学禅的那个性质最高 所以没有那种控制要求的 所以这个 学习的人呢 老外上讲经也说过了 你最信任谁啊 你就跟谁学 那我们 从事教学的人 我们应该去成全这个 学生啊 而不应该是去控制 这个学生啊 那一个学习者 自己也要判断 我的法生会命啊 我不能因为 这种感情的作用 不佩服这个老师 但是哎呀 是他介绍我的 哎呀我离开了 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那不能是因为这种 情感的 真正名理的老师 他对学生不会去控制要求的 好 那师承当中啊 老阿上有讲过了 自己走过的弯路啊 不让后面的人再走 这个是师承 所以老阿上讲学啊 他都是和盘托出的 你真听话啦 就少走很多弯路 就像老阿上 早上盈会长也提过了 老阿上 学华严经 红华严经 十多年 后来 思考了 文殊菩萨学什么法门 普贤菩萨学什么法门 最后 就钻红净土了 因为他最佩服的文殊菩萨 都是 求生净土的 那请问大家 我们听了这一段 对我们 有什么帮助 那我们就不用绕这一圈咯 直接老实念佛啦 好 昨天好像是 这个 梅芬 有提到啊 这个心没有那么定 请问大家 心如何定 请问大家 心如何定 要止于至善啊 我们的心才能定得下来 好 老 牢上有开解啊 这个知子呢 就是止于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鲁家 这个鲁家 是讲 止于至善 意思就是啊 明明得 清明 达到圆满 叫止于至善 所以变成呢 这个我们 起念头啊 都是为了 提升自己 利益他人 我们的心念呢 是指在这里了 我们的心念呢 不会再落到 这种烦恼当中啦 而且现在外在的诱惑啊 确实是非常多 一不小心啊 就被这些诱惑给拉走了 所以当 我们真的止于至善的时候 止于西方极乐世界啦 可能我们就不会 想着说 要去吃香的喝辣的啦 因为他跟我们的目标不一样啦 当然喔 你的家里人想吃香的喝辣的 那你要横顺众生 这个时候是我们修普行行喔 你不能学了佛啦 老阿上说的 你学了佛之后啊 家里面不和谐啊 你学错啦 这句话很重要喔 因为我们见到不少 团体喔 都是强调是跟着老汉学的喔 结果 团体的人 夫妻不和啦 这个带团体的人 反而 支持人家 离婚 反而 不管 人家夫妻都冲突了 他只管著 他能来帮我做事就好了 他能来帮我做事就好了 这是错误的啊 你当一个领导者 應該要互念 他的家庭 更圆满才对啦 甚至于 你来帮我的忙 有功德 你在家里啊 没有功德 你在家里啊 这个造成严重啊 误导了 好 所以这个法 要用对 就是说 我们是 清楚自己的目标 但是家里的人啊 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当然喔 家人的成长 也是需要陪伴的 好 那我们今天要指于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们对世间要看得破 看不破世间啊 很容易就 被拉到世间来 所以祖师有说 说婆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牵 那要看得破呢 那 我们 可能要学习啊 这个 八大人绝经 他一开始的 就是教我们怎么看破 好 我们待会啊 再来一起学习 啊 其实一个人 不能看破世间呢 他去追求欲望的享乐啊 要把老师的角色做好啊 也是不容易的啦 老师毕竟啊 要很用心啊 要 去成就学生 好 而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交织啊 右边 手拿着树枝啊 是很有耐性 好 我们刚刚提到 陪伴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跟大家交流一下 好 我先 就啊 剛剛跟大家提的 菩萨仕德啊 我们 进一步深入一下 大家相不相信任何一个缘 都能 转成 相关的人都提升上来 哦 这个性很重要哦 好 那我现在出一个问题哦 我相信你们 很可能都遇过了 或者即将要遇到了 有一个女孩 十八岁 曾经参加过佛学社 后来 打电话 给她同学 说她怀孕了 诸位老师啊 上过传统化的课的孩子 会不会 怀孕了 你不要太意外哦 她的根基不够 她的根基不够 我曾经也遇到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她说我一些同学 都是一起啊 出来鼓舞 说女子要节身至爱 要守节 怎么后来她们 都沉沦在爱玉里面了 我说当时候她们那个心也是真的 可是她的界定 定力不够啊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啊 大家听到这个例子 有没有感觉我们的工作很重要 也要先 静于未发哦 大家感觉一下 这个女孩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两边的家庭 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但是假如 两边的家长第一个念头 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这么倒霉啊 其实坦白讲 是偶然吗 那是必然的 假如没有扎根下去 她躲得了一次 她躲不了第二次第三次的 有个家长说 教她做好准备啊 我说拜托一下 准备就不会啊 那个冲动来的时候 她真正有那个业啦 她真正有那个业啦 神通都抵不过业力啊 除非她自己得行力柱啦 这些业 因为她是有目标的人 有愿力的人 她才不被业力卷进去了 好 那大家 我拿到这个问题啊 是因为我们学佛的同修 就是这个女孩同学的妈妈 她问我其实是 她想问啊 她给这个女孩 所谈的话妥不妥 她说她就跟她讲 你都学过佛了 怎么还这样啊 你怎么这么不自爱呢 我说她都已经发生了 你首先要先让她感觉 你对她的关心 你看一个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她能护念得了人吗 所以掌握情绪啊 才能掌握未来 我们不能一听到学生犯错了 情绪就上来了 李秉兰老师说的 见人错事 不指责要先协助 好 那请问大家 假如发生这件事了 还妙得起来吗 谁也妙用哦 妙得起来吗 我看在那里 常天啊 是吧 陷在那个痛苦当中 这个时候大家相不相信 有佛法就有办法 其实这一对年轻人啊 他什么时候得到教训 他不从这一件事得到教训 这样的事还会继续发生啊 所以觉悟是最重要的 用真心是最重要的 这一件事里面 所有最相关的人 要有一个人觉悟 他才会开始转动 相关的人的觉悟 是吧 请转法轮哦 谁来转 各位忍者 你们兄弟姐妹家庭当中 现在有没有存在摩擦 存在问题有没有 谁来转 请佛 注释啊 请自己啊 谁先用真心 就开始转动了 就开始感动相关 感动相关的人啊 所以妙妙在哪 妙在真心 妙在为对方想 妙在心里面有 南无阿弥陀佛 你真正去处理事了 不然 情绪会不会上来 会啦 我们又不是一下变 变成都不动气了 这个时候要念佛 你平常就要念佛 不然你去处理事哦 你也控制不了自己哦 所以要把事情处理好 要把念佛摆第一哦 不然要处理好事也很难哦 你们有没有经验去处理事 哎呀我本来就不想跟他吵架 怎么又吵起来啊 怎么又吵起来啊 好 我们真的相信就是精神所至啊 精神为开 你比方说这个女孩出现这个情况了 他的父亲 看着孩子 是爸的错 你看这个女儿会不会感动 跟他太太讲 这是我的错 假如这个先生 都是你啊 哇这个家的冲突更大了 那天 那天 其实人的心念啊 真的是根本啊 一一暴 随着正暴转 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念头啊 你们家的命运啊 就在自己的念头当中啊 方向不一样啦 是用理智 还是用感情 还是用情绪 前几天有个妈妈 很瘦啊 我看她 中间的血管都浮起来了 代表长期透支了 因为陈德刚好 每个礼拜三 有分享那个48愿啊 她有来听 听完我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刚刚上课内容啊 有没有听不懂的啦 交流一下 后来结束了 她单独留下来 问了一个问题 提到啊 她的孩子啊 玩手机 在学校 手机啊 被没收了 可能是上课的时候啊 但孩子有拿出来看了 那 没收之后啊 老师就打电话 给妈妈 结果这个妈妈 就跟老师说啊 给她收掉没有 没有关系 那个 而且收一个多月喔 那都没关系 收去好 被她儿子听到了 哇 她儿子马上啊 跑去找 爸爸 爸爸又给了她一支手机 你看这个妈妈 工作压力那么大 面对孩子教育 我都觉得 看到这世间的人的情况啊 真的很不容易耶 心大悲 明有情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那她叙述完了 那她叙述完了 我就提醒她了 我说 当时候 她的老师打电话来 你在讲话的时候啊 你给那个老师说 没关系收去了 你的内心是什么状态 她说我心里想活该 我们经历世之后啊 能真正看到问题点的人 不多 看不到啊 都会觉得 上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怨就上来了 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 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 有佛友跟承德说啦 我对外面的人都不容易发脾气 可是我怎么对家里的人 就那么容易上火啊 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请问这个情况多久了 可能几年了吧 一个修行的人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哦 怎么可以稀里糊涂的 同样一个情况 几年都没有关照 所以这一句 观心为要 心是根本哦 从根本修哦 看自己的念头不能 明明虎虎的哦 其实很难嘛 当自己情绪上来要发火的时候 只要肯看 就看到那个念头了 很可能就是 对方没有照我们的意识啊 我们那个火上来了 或者一看对方 那个动作 你又来了 又把以前的景象调出来了 你看到了那个念头 就能调伏它啦 所以这个妈妈 其实我们 陪她们聊 主要帮忙什么 看到问题点啊 不然后面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啊 我说 你的孩子感受到你的心啊 所以你觉得他活该啊 他就跟你对立起来了 假如你接了这个电话 老师啊 真的非常抱歉 跟你添麻烦了 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是我没把我的孩子教好 他的孩子听到了 一样吗 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依报 随着我们的心转 我们跟亲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也要看自己的心恋 要看得这么深 才会知道 欸 为什么 情况会反而变不好 好 好 我们这一节课 先交流到这里 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